當我們把這個電話打去他家的時候 他才會接的 大概15秒電話那邊完全沒有聲音 就嚇到了 所以那後來他 因為後來交到這個檢查的2000塊 他還有七線一代 他就不來找我們 就是我們揭露他的真實生的 那我在想他會不會告訴 養他37年的爸爸 因為你要告訴爸爸說 爸爸我是你的 不是你的兒子 這個對老人家來講 對重點很大 有一個結婚七年服飲症的病人 發現是來找我們 我們檢查起來是沒有精子 就摸到人幾乎小的摸不到 所以我們直接上次染色體有問題 結果剛剛驗了染色體 兩個禮拜之後監禮協布打電話說 蔡醫師你這個檢禮是不是貼錯 這是一個女人的染色體 你怎麼那個病例標題上寫一個男人的信 我就說我沒有貼錯 那一天就有那個人的染色體 結果再做一個螢光染色體 發現才發現 它是非常罕見的SS 男人症候群 就是說 在我們XY精神在婚禮的時候 X染色體去黏到了SRY這個基因 那SRY這個基因 它就會產生了男生的小雞雞跟睾丸 所以他生下來的時候 然後小孩子說 要給我一個女兒 你生一個女兒 那給我一個女兒 那給我一個女兒 然後三十年之後 他一樣也是娶老婆 比如說七年下來都沒有孩子 一驗沒有精神 再一驗才發現 三十七年 爸爸養他上七年才發現 他養的不是兒子之女 那這種其實是非常罕見 我們叫做SS男人症候群 那最近有一個海線介紹過來了 他已經竊得SS男人症候群 那他說 蔡醫師我要借精神 我不會跟我的哥哥借 我就說不行 因為人工症之法 市長精神不能借精神 我就說 我如果幫你的話 就不是一切上的妄想 所以我這裡要呼籲就是說 SS男人症候群 你通常會有乳房洗澡杯 肚子脫樓 沒有火急 有什麼必須搞玩笑的 像一顆綠豆 或者像一顆花生米 那如果說你有這種情況下 要找副獎客檢查看 這裡有問題 當然 可能廚房很大 或者租庫的時候 也還有可能是肝硬化 或肝癌的目前 也會這樣 所以 如果你有碰到這種SS男人 非常罕見的情況下 你還是要尋 平衡生殖單位的合法的 資本性之外的 非指定 匿名 無償的 借精的程序 你還是可以預言指望 不過我們醫院的SS男人 這麼挺的四個案例 沒有一個來借精神 都是選擇 當我們知道這個報告的時候 也滿震驚的 有我打電話給他的太太 大概15秒 變化那邊 完全沒有聲音 再來就是 很明顯聽到電話筒掉到地上的聲音 當然是驚嚇過度 那後續 因為後來加州SRY 螢光炎為雜交展設法 我就請 這樣要 商機那邊還要收回兩千 然後他們本來要說 我要看報告順便把錢帶過來 後來他們寄現金帶 要我們把報告寄給他 也不來了 那本來已經跟我們講好要借精 也不借精了 那我在想 也許他們後來會選擇 不告訴公公或者是爸爸 因為畢竟養他三七年的爸爸 一下子三七年之後就說 我是雜貨 我不是雜貨 我想人家可能會受不了 我不是雜貨